是以观察法平衡下列两个方程式 首先我们看一下观察法平衡的重点 第一步先平衡方程式左右两边只出现过一次 且原子数不相等的元素 譬如第一题 左右两边只出现过一次的为铁跟铁 右边出现两次就不好平衡了 所以我要先平衡铁或先平衡铁 都可以 而方程式两边出现次数越多的元素 则越后平衡 因此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小题 观察第一小题 左右只出现一次的为铁及铁 而氧化右边出现两次 所以氧是最后平衡 第一步我们先平衡铁好了 左边一个铁 右边两铁 因此在左边乘上两倍 让铁的原子数一样接两个 然后通常系数没写的话 接为系数一 第二步我们再平衡铁 对左边而言 对左边而言 这里有两个铁 系数为二 二二的是总共四倍的铁 因此这里有一倍铁需要乘上四倍 最后再平衡铁 对氧原子而言 这里总共有三个氧原子 四二的八 八个氧原子 所以氧运数目等于三加四乘二 等于十一个 因此氧的左边氧系数要为二分之十一 才可以 因为二分之一乘上二 就等于十一 最后重新整理 我们不要分数 所以全部接乘于二 所以 4F1S2 加上十一倍的氧气 升成两倍的F1O3 加上八倍的二氧化硫 此为答案 接着第二小题 我们现在看一下 左右都出现一次有谁 第一个有钙 左边三个钙 右边一个钙 第二个是铃 左边两个铃 右边四个铃 第三个是碳 左边一个碳 右边一个碳 各一倍我们就没办法下手 第四个是细 左边一个细 右边也一个细 也没办法下手 所以我们可以 找钙来计算 或者找铃来计算 为了方便起先 我们先从铃开始下手 所以第一步 我们先计算铃 铃的话 对右边为四个 左边为两个P2 所以左边先乘于两倍 接着再平和钙 碳跟细 目前先都不能平衡 铃右边出现两个 是最后平衡的 左边出现两个铃 所以平衡完0之后 接着我们平衡钙原子 我们看这边 这里的钙 总共有2、3 得了6钙 这里就一倍的钙 所以钙 细数乘6倍 接着我们再看 细 左边一倍细 右边有6倍的细 所以左边的细 要乘上6倍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观察一下 这平衡完了 这也平衡完了 这也平衡完了 P4也平衡了 如果我们再平衡看的话 1比1没办法平衡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平衡的是 氧原子 对氧原子而言 左边这地方总共有 2×4×2 加上6×2 这里的2是指这里 这里4×2是指 四个氧又在两倍 这里的6×2是指 二氧化系的氧的原子数 总共等于 28个氧 然后对右边而言 我们需要平衡CO的系数 因此CO的氧先不要算 先算看这里的氧有多少 6×3等于18个 所以很明显 左边28个氧 右边18个氧 相差10个氧 最后再平衡看 我右边这里有10个氧 因此左边也需要10倍 因此 系数比 2 10 6 6 1 10 就是答案 就是答案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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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